字幕提供 各位同學好 五之二這一節我們要介紹的是黎曼積分 各位同學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在積分兩個字的前面 再加上黎曼呢 原因是因為黎曼是 19世紀的一位數學家 那他對於積分的理論 有很大的貢獻 所以呢我們才在積分 前面加上黎曼兩個字 好 那我們這一節的目標有兩個 第一個我們要學習的是 黎曼和以及定積分的概念 第二個我們要來看的是 定積分有哪些性質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黎曼積分算是學習 積分相關的定理之前 他的一個重要的踏板 簡單來講 積分基本上呢 就是在算面積的問題 我們以下面這個圖形來做一個說明 如果呢 我這條曲線是y等於fs的圖形 那 我想要求呢 y等於fs的圖形 跟s等於a還有s等於b 以及呢s軸 所為出來的這塊區域 它的面積 那我們該如何去求呢 由於這塊區域 它並不是一個規則的區域 所以它的面積呢 我們並沒有相關的公式可以直接帶住 然後把它求出來 那我們的想法是這樣子的 我們呢 把這塊區域呢 把它分成很多小塊的圖形 那有這些小塊圖形的面積呢 去逼近整塊區域的面積 做法呢 是這樣子的 我們首先呢 把ab、b區間呢 分成n個等分 這樣子的話呢 每一個等分它的寬度呢 就是n分之b-a 那接著呢 我在這n個b區間裡面呢 每個區間呢 比如說在sk-1 在sk當中 這個b區間當中呢 我隨便取一個點 把它叫做wk 當然我的k呢 是從1到n的 那 我就以wk這一個點呢 它的函數值 f of wk 代表呢 這一小塊面積它的高 所以呢 我整塊區域它的面積呢 我就可以用底下這個式子來代表 就是 第一塊呢 它的高 f of w1 乘上第一塊的寬度 s1-s0 加上呢 第二塊 它的高 乘上它的寬度 一直加呢 加到dn塊 它的高度呢 乘上它的寬度 所以呢 用sigma表示的話 就是 sigma k等於1到n f of wk 乘上sk 減掉sk 減1 好 那如果呢 我把ab,b區間呢 把它分得非常細的時候 就是說呢 如果我讓n 趨近無限大的時候 那 這個極限 limit n趨近無限大 sigma 從1到n f of wk 乘上sk 減掉sk k-1 如果這個極限存在的話呢 我是不是又可以利用這個極限的值呢 來代表呢 我這一塊區域它的面積呢 以上呢 是我們求 這種不規則曲線呢 它的面積的時候 它的一個想法 待會呢 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呢 實際來操作一遍 用實際的數值呢 來算一下 那在這之前呢 我們呢 先幫各位回憶一下 有關於sigma的一些公式 因為呢 我們剛剛看到 在這些呢 n個小的面積的表達式當中呢 它的核呢 有sigma這種式子 那 所以呢 我們需要呢 sigma的一些相關公式 那這些公式呢 在高中其實各位已經學過了 我們幫各位複習一下 總共有三個 第一個呢 是n個連續整數 它的核 也就是從1加2呢 一直加到n 意思就是sigma k從1到n k 那各位應該還記得 它是2分之n 乘以n加1 第二個呢 是n個連續正整數的平方核 也就是1的平方 加2的平方 一直加到n的平方 就是sigma k從1到n k平方 那它的值呢 是6分之n乘以n加1 乘上2n加1 乘上2n加1 第三個呢 是n個連續正整數的立方核 就是1的3次方 加2的3次方 一直加到n的3次方 也就是呢 k從1到n呢 k的3次方 sigma起來 那意思 就是呢 它的值呢 是2分之n乘以n加1 整個的平方 把它展開的話 它會變成4分之n平方 乘以n加1的平方 那這三個呢 有關於sigma的公式呢 各位高中都已經學習過了 我們就不再證明一次了 那我們會 不時的拿來使用它 好 底下呢 我們就看一個實際的立體呢 來算呢 曲線它的面積 這個圖形呢 是f5s等於s平方呢 在01b區間當中 跟s軸圍出來的 這塊區域的面積 那我們依循呢 剛剛講的想法 首先呢 我在01b區間當中呢 把它分成n等份 那分成n等份呢 你的分割的點呢 形成的集合 我把它用大P表示 所以呢 大P就是 0n分之1 n分之2到n分之n 這n個點 好 接著呢 我在每一個小的b區間裡面 也就是在 n分之i到n分之i加1之間呢 我們呢 取 比較大的那個 值 n分之i加1 然後呢 來當它的 它的函數值呢 來當那個 小的長方形的高 這樣子的話呢 在 n分之i到n分之i加1 這個b區間 上面的 小長方形呢 它的面積 我就可以用 n分之1 乘以 f of n分之i加1 也就是n分之1 乘以n分之i加1 整個的平方 來表示 那現在呢 我這n個呢 小長方形的面積呢 總和就是 第一塊 第二塊 第二塊 加到第n塊 它們的面積總和 第一塊是n分之1乘以n分之1的平方 第二塊呢 是n分之1乘以n分之2的平方 一直加到第二 n塊的話 是n分之1乘以n分之n的平方 那接著呢 我們就是讓n區境無限大 所以呢 就等於在求這個極限 那n分之1乘以n分之1的平方 一直加到n分之1乘以n分之n的平方 那 裡面這邊呢 各位呢 記得都有共同的因式n分之1 可以把它提出來 所以呢 這個式子就會變成 limit n區境無限大 n分之1 然後再乘上後面呢 這些式子加總起來 那後面這些式子呢 分母都有n平方 所以再把它提到前面來 就會變成呢 limit n區境無限大 n的3次方分之1 乘上呢 6分之n乘以n加1乘以2n加1 我們有用到呢 平方合 它的公式 所以呢 最後把它計算一下 它的極限只是3分之1 以上呢 我們取的是 右邊的端點 那 如果呢 我們是取左邊的端點的話呢 來看看 這個極限算出來會不會不一樣呢 齁 我們用一樣的做法 我在 01畢區間當中呢 一樣 讓它分成n等份 那 這n的分割點 形成的集合呢 我用大P來表示齁 就是 0n分之1 到n分之n等等 那接著呢 在每一個小的畢區間裡面呢 我們就取呢 比較小的值 在n分之i 到n分之i加1 這個畢區間裡面呢 我們取比較小的值 n分之i 就是左端點 那 每一個 小長方形呢 取左端點呢 它的函數值代表高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在n分之i 到n分之i加1 這個必須先 的那個 小長方形呢 我們就利用 這個四值呢 來計算它的面積 n分之1 乘以f of n分之i 就是n分之1呢 乘以n分之i的平方 那 現在總共一樣 還是有n塊嘛 這n塊呢 長方形的面積 把它加總起來 就是n分之1 乘以0的平方 第一塊 第二塊是n分之1 乘以n分之1的平方 一直加到呢 dn塊 是n分之1 乘以n分之n-1的平方 一樣的 我讓n呢 趨近無限大 來計算它的極限 意思就是在算這個 limit n趨近無限大 n分之1乘以0的平方 一直加 加到n分之1 乘以n分之n-1的平方 那注意到呢 這邊 1分之1一樣可以提到前面來 所以呢 就會變成 limit n趨近無限大 1分之1乘上0的平方 加上1分之1的平方 一直加到n分之n-1的平方 那分母一樣都有n平方 把它提到前面來 就會變成呢 limit n趨近無限大 然後n的3次方分之1 後面這邊呢 一樣喔 利用平方核的公式 就會得到呢 6分之n-1乘以n 再乘上2n-1 那計算一下 它的結果是3分之1 所以各位 我們發現呢 我的n趨近無限大的時候呢 我不管是取左邊的點 還是取右邊的點呢 算出來的面積是一樣的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相信呢 這一塊區域呢 它的面積應該就是3分之1了